哈喽大家好,我是灯火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人死后立刻去往了天堂或地狱吗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 不论是基督徒还有一些非基督徒 他们都相信 甚至认为呢 人死后好人立刻就去了天堂 而不好的人呢 他们立刻就下入了地狱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不忍心在这里面打破一些人 对这件事情的想象和幻想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来看一看 圣经对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需要先来看一节经文 这节经文就在 《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第二十九节 他说 先祖大卫的事 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 他死了也埋葬了 并且他的坟墓 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 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 但自己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那么这段话呢 是彼得对当时众人的一段讲道 在这里面 彼得就清晰地说呢 他说大卫死了 也埋葬了 然后他说呢 他的坟墓 每个人都看得见 摸得着 就在我们当中 就在我们所住的 这片区域里面 但是他格外谈到了一件事情 他说 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 这和我们想象的 有点不一样 是吗 我们都认为 死了的一人 会立刻去往天堂 那么我们知道 虽然大卫呢 曾经犯过罪 他也做错过事情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时 上帝借着拿单 给他传信息的时候 就告诉他 主已经饶恕了他的罪 但是在这里面 彼得却清晰地说 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呢 他也经历过死亡 耶稣基督是在星期五的傍晚 牺牲的 然后耶稣基督是在星期日的清晨复活的 那么这段时间 从星期五的傍晚 到星期日的清晨 耶稣在哪里呢 按照我们的理解 按照我们对人死后 立刻去往天堂的理解 那么得出的结论就是 耶稣应该在天上 但是我们看耶稣自己怎么说的呢 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的第十七节 耶稣说 不要摸我 他在跟玛利亚讲 他说 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 你往我弟兄那里去 告诉他们说 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 在这里面 耶稣说的非常清楚 是吗 耶稣说 他还没有升上去见他的父 那么有的人 对这些经文 有另外一个猜测 那耶稣基督是不是去了地狱呢 在彼得前书的三章 第十九节 这经文这样讲 他借着这灵 曾去传道 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 就是那从前 在挪亚预备方舟 神容忍等候的时候 不信从的人 在这段经文当中 这些人就把什么呢 他把监狱 理解成了地狱 但是朋友们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两个词 包括这两个概念 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他把这个灵呢 就理解为 想象成灵魂 但是在这些经文当中 清晰的告诉我们说 他说这些在监狱里的灵 就是从前在挪亚建造方舟的时候 那些不信从的人 那些不听从上帝话语的人 把他们称为呢 在监狱里的灵 就是他们被罪恶所挟制的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我们想要更清晰地了解 这些经文呢 有另外一处经文 可以给我们一个更清晰的答案 就是在以赛亚书的 第六十一章的第一节 这里面这样说 他说主耶和华的灵 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 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 拆迁我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被囚的出监牢 这段经文是预言耶稣基督的使命 他来到这个世间 是报告那些被囚的出监牢 然后呢 安慰伤心的人 什么叫被囚的呢 我们知道圣经有个非常清晰的概念 那些被罪恶挟制的人 就是被囚的他们都是罪恶的奴隶 如同是在监狱里一样 还有另外一处经文在同样的书卷 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六节里面 这样说做外邦人的光 开瞎子的眼 领被囚的出牢狱 领坐黑暗的出监牢 所以监狱监牢都是黑暗的意思 都是被罪恶挟制的意思 监狱和地狱 这差着十万八千里 而且难道死了的人 还有另外一次机会来改编吗 这都是人们想象出来的 而且也是不符合圣经的 圣经并没有这样讲过 既然人死后 没有立刻就去往天堂或地狱 那么我们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那么到底在什么时候 人们开始去往天堂或地狱的呢 圣经其实对这个问题 有非常清晰的一个答案 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的 第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 耶稣说 时候要到 凡在坟墓里的 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 行善的复活得生 作恶的复活定罪 圣经告诉我们说 人死后没有立刻去往天堂 而是什么呢 而是都在坟墓里面等候复活 那么因此我们就需要 引出的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人们是在什么时候复活的呢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说恶人的复活和义人的复活 是在两个不同的时间段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次复活 也就是比较靠前的那次复活 义人的复活是在什么时候呢 帖撒罗尼加前书的第一章的第十六节 圣经这样说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掌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段经文呢 就是记载了第一次复活 也就是说第一次集体去天堂的时间 集体一人好人去天堂的时间 他说是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在耶稣基督复临的时候 耶稣基督从天上复临的时候 然后这个地上呢 所有死了的义人会复活 活着的义人呢 会改变自己的身体 所有的人都被改变以后呢 就一同升到天上 与耶稣基督相遇 然后就回到了耶稣基督所在的地方 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去天堂的时间 也就是去天堂的时刻 那么恶人去了哪里呢 他们什么时候入的地狱呢 在启示录里面 给了我们清晰的解答 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的第四节 圣经这样说 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 并为神知道被斩折的灵魂 和那些没有拜过寿和寿相 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 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 他们都复活了 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 这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第一次的复活 就是义人的复活 二十章五节他继续解释到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只等那一千年完了 也就是说义人 这些复活的义人 他们会在天上 耶稣所在的地方 待上一千年的时间 然后他继续谈到 他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 有福了 圣洁了 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 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祀 并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 然后我们来看第七节 第七节之后就讲述到 这一千年结束之后要发生的事情 二十章七节 那一千年完了 然后第十一节谈到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与坐在上面的 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 再无可见之处了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第十三节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壶里 这火壶就是第二次的死 还记着吗 刚才的经文谈到 他说那些义人 在基督里面死着的人 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 是没有权柄的 是没有份的 他们只经历人生的第一次死 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第一次死亡 而没有第二次的死亡 我们现在所读的这段经文呢 是谈到恶人的第二次的死亡 就是他们复活以后被定罪 然后又经历第二次的死亡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们入地狱的时间呢 也是在那一千年结束以后 最后呢 在第十五节里面 圣经这样说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 他就被扔在火壶里了 这就是他们去往地狱的时间 有关灵魂呢 我们还有更多的内容需要探讨 以后我们会有单独一支影片 为大家讲解 我相信到那时我们就更清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